大家好,我是蔡宇阳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在这里学习古三世阴盘顿甲终极课程 阴盘顿甲解四害,知化解空王 所谓空王是指六十化甲子分为六群 每一群中有两个地支是缝空的 缝空的这两个地支就是空王的位置 在顿甲中,九宫逢空是信息转移了 80%的这个信息呢是转走了 只有20%的信息留在原处 空王就是转化了 转化的如何?汉本宫与转化的这个宫位 他们的一个对比 空王是自己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 这就涉及到空王转宫 在后面呢我们会讲到 就是荣神落宫临了空王 那这个空王的宫位呢只有他20%的信息 80%的信息已经转到了别的宫位 这个宫位 转化的好还是不好 就看翻宫之后的那个宫位 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甲子群啊 就是甲子 以丑顶银丁卯 物臣 己四 耕武 欣慰 人参 鬼友 物甲子群中呢 这个虚骇是空的 等于呢就是 前宫 全空 十天干 配十二地支 我们知道 这个天干只有十个 当这个天干的鬼排完了之后呢 肯定会有两个地支 它是空的 也就是在 以甲子为寻守的 这十个天干当中呢 排完了之后 虚和害是空的 前宫 它是全空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什么是全空 什么是半空 这个我记得在前面 我们也讲过 全空和这个半空 是在排 门的这一章里边讲到的 那我们在这边呢 再重复一下 虚 是在这个位置 害呢 是在这个位置 从甲子开始排 子一直到这个有 正好是十个天干 和十个地支 排完了之后呢 虚和害没有排上 所以说呢 虚害是空的 在这种情况下 虚和害同时落在了前宫 所以说呢 前宫就是全空 甲虚寻 甲子寻 这个鬼排完了之后呢 是落在了有上 那正好排完 排完了有 我们要接着往下排 所以说呢 这个甲就落在了 这个虚上面 就是甲虚 以害 丙子 丁丑 雾吟 吉卯 耕臣 心似 人武 鬼位 当这个鬼呢 排完了之后呢 正好排到这个位 这个宫位 排到了这边呢 就是剩下的地支 是申和有 所以就是申和有 空王 但是这个昆宫呢 它是有位和申两个地支 所以呢 这个位没有空 而是申空了 这个对宫呢 是一支有 所以说呢 就是空宫 半空 对宫呢 是全空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甲身寻 当这个鬼呢 排到这个位上 就是石天干 又排完了 剩下了身和有 那我们接着 从这个身开始排 那就是把甲 排在身上 就是甲身 义有 丙须 兵害 物子 吉丑 耕吟 心卯 人臣 鬼四 当这个鬼水呢 排到这个四的位置 又排完了 所以说四后面的地支 是五和位 这两个地支 所以说呢 五和位是空的 五落在离宫 离宫就这一个地支 所以是离宫 全空 但是坤宫呢 它有位和身 位是空的 这个身呢 它没有空 所以说是坤宫 是暗空 甲五旬 上一旬呢 这个鬼水呢 排到了这个 鬼四 所以说呢 我们要从这个五 接着排 所以把这个 甲呢 来在这个五上 那就是甲五 以位 丙身 兵有 物须 己害 庚子 辛丑 人吟 鬼卯 这个鬼呢 来到这个卯 结束 那后边 就是陈和四 陈和四 它就是空的 因为这个陈和四 同时落在了这个 迅宫 所以就是 迅宫 全空 上一旬排到了鬼卯 那我们接着要排下一旬 那就是甲晨旬 而甲呢 排到这个陈的上面 就是甲晨 以四 丙武 丁卫 物身 极有 耕虚 辛亥 人子 鬼丑 所以说呢 这个鬼 又排到了丑 这边呢 就来完了 就是 银 和 卯 这两个 宫位是空的 这个银呢 它落的宫位呢 是在 更宫 更宫呢 有丑和银 这两个 地支 丑呢 是不空的 银是 空的 所以说呢 更宫 是半空 这个卯 落在镇宫 镇宫呢 就一个地支卯 所以说呢 卯空了 就是镇宫 全空 这样一群 排到了 就是这个 鬼丑 那我们接着 从这个 银开始排 就是把甲 加在银上 就是甲银 以卯 丙辰 兵四 物 己位 更深 心有 人虚 鬼害 这个鬼呢 排到这个害的位置 就排完了 又重新的 回到了这个 紫的位置 但是 这一群当中呢 又空出来的 两个地支呢 是紫和丑 所以说呢 就是 紫和丑空 这个丑 是落在 更宫 更宫呢 有丑跟银 两个地支 丑是空的 银 是不空的 所以说呢 更宫半空 但是砍宫 只有地支子 子空了 就是砍宫 全空 这就是六十花甲子 他的一个空王 那我们该如何解空王呢 化解空王的方法一 就是以对弓 空时空王 前提是对弓的这个弓位呢 没有四害 以迅弓 盆四 就是为例 乾弓没有四害 那根据乾弓的这个相义符号 我们可以呢 摆这个吉相物 去充实这个迅弓 这个呢 他的方法 其实和入墓 是一样的 这种方法 就是迅弓 它是空的 乾弓呢 不空 又没有四害 我们可以在乾弓呢 摆放相义物 就是根据乾弓 这个弓位里边 八神 九星 八门 三旗六仪 它组合出来的一个相义物 摆到这边 也就是按着这个 乾弓和迅弓的这个时间点 摆在上边 来冲这个迅弓 就可以把呢 迅弓 充实 充实的这个应期呢 其实就是 乾逊的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 陈月 四月 虚月 亥月 当然这是 上了四纲的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上四纲 那基本上 我们就要远断 也就是 陈年 四年 虚年 和亥年 适应期 当然这种方法呢 有的时候会比较慢 如果说 你这边 到王芬林老师这边 学了 就是六刃的 化解方法 还有就是 太乙 以及呢 就是二十八星秀的 这种方法呢 你可以呢 就是很快的 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是 王芬林老师 经常说的 活在当下 利用当下的 这个时间点呢 来 顾理这个局 化解的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在 空王的 这个 公位 雇两份 吉祥物 天使本宫的 空王 这两种方法呢 可以任选 其一 经济条件 允许的话 这两种方法呢 可以同时 来用 为什么要 布两份呢 其实 布一份呢 就是把这个 公位 天使 再布上一份 那基本上 就是把他的能量 加强了 这个要根据 实际的情况 进行判断 也要根据 这个客户 他的经济实力 然后呢 来做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 解空王的 这个几种组合 第一种呢 就是本宫 或者是对宫呢 只有一宫空王 并且呢 没有畸形 门破 可以用 布空王的 宫位 充这个空王的 宫位 怎么来充呢 就是根据 对宫 宫内的 这个九星八门 三七六一 他的一个 项义组合 组合出来的 这个项义物 在对冲的这条线 所代表的时间点上 就可以把对宫呢 天时 第二种呢 就是本宫空王 并且呢 有畸形门破 对宫呢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用对宫 来冲本宫 这样的话会引动 畸形门破 我们只需要处理 本宫即可 也就是说 这个宫位里边 他既有空王 又有呢 这个畸形门破 那这个宫位的能量点 就相当的低了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 就不能够用对宫去冲 比如说 正宫 空王了 又有呢 这个 丁 或者是脊 入木 或者是呢 伤门 入门 落在这个宫位 引起了 这个门破 那我们就需要 化解 这个 伤门 和渡门的门破 伤门代表的地支呢 是 毛 那我们就可以用 这个 虚 来合 这个 毛 根据步骤呢 我们应该先把 这个伤门 所代表的 相依物 找出来 然后呢 把它移位 或者说呢 扔掉 再用这个 地支符 虚 或者是呢 写上八个虚字 来合住这个毛 化解这个伤门 门破 如果说是 度门门破 度门代表的地支呢 是 四 那我们 同样的 找出 度门 所代表的 这个相依物 把它呢 移位 或者扔掉 然后再用这个 身 地支的身字符 合住这个四 或者是呢 写八个身字 或者是 用八个 这个猴字的 吉祥物 放到这个宫位 合住这个 路门的门破 我们把这宫的 机型和门破 解完了之后 这个宫位的 通往 就自动的解除了 第三种就是 本宫空王 对宫的 机型门破 我们可以直接的 处理 对宫即可 对宫的 机型门破 解除以后 便可以呢 把这个 本宫充实 任意宫位 有白虎跟金 我们就需要 用这个乙气符 先来安这个白虎 或者说呢 写相应的 宫位数字的 这个乙字 来合住 这个白虎 再解决完了 这个庚金白虎之后 把对宫的 这个机型门破 按照步骤 解除完 这样的话 对宫就没有问题了 对宫没有问题之后 就会把这个 本宫 空王的这个 宫位呢 空实了 这就是 解空王的 方法 想知道更多 关于古三世 阴盘顿甲的知识 你可以持续 关注我的课程 可以持续 三次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